疫情扩大引发了快筛的需求也提高 结果现在爆出了有不肖的业者 竟然涉嫌伪造快筛试剂 这是一家会在桃园大园区的公司 去年起就接受了合格厂商代工制造 没想到5月疫情扩散 也竟然是有利可图 他们竟然自行生产组合 而且还假冒对方的名义见价出售 出股就不法获利高达200万 厂区人员穿着防尘衣戴上防尘帽 一行人正在赶工制作 没想到却突然有一大批的检雕人员 进到里头搜索 郭真在一旁发现好几篮材料 这些都是证据 因为这一家公司涉嫌伪造快筛剂组合包 这一搜不得了快筛试剂成品有137包 快筛试剂8万多剂都未取得核准 根据出货清单 这些不法获利超过200万元 这家公司去年开始 替合格厂商代工制造 眼见疫情升温后有利可图 以单计189元配件包每包300元 地域市价两成左右的价格来贩售 发现市场需求大增有利可图 禁卫经卫福部核准 违反契约 冒用合法公司名义 未贴标签 来私自生产快筛试剂及相关配件 以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第61条 民众购买家用快筛试剂 一定要到实体店面 更需要特别注意 有没有印上家用 以及防疫制造核准字样 监方目前也持续调查 究竟这些试剂流到哪里去 业者也被依法侦办 华氏新闻总和报道